市長請問一下,因為昨天有批評核心的事情,那他們民命黨就在網路上有四點的迴旋 還嗆說你這樣是狂妄的做官、囂張棄宴,有什麼事情 我大概有看了一下他 以宣傳角度來他了不起的人才 但是我剛剛是這樣,反正他也不是我的學生 不過是這樣,如果當年他是我的學生,他還是被我砸病例那一個 就算了,就不想講了 現在核心傳出說涉嫌炸飽,那市長是怎麼看這個政商民流很愛,但是又屢傳爭議的這個醫界品牌 那另外,因為有議員是提到說衛生局的人每次在遇到核心的問題的時候,其實壓力都很大 那市長是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衛生局遇到核心左右壓力,我們是官府 他是被我們管理的單位怎麼會 不過是這樣,我倒覺得是這樣 賺錢大家都喜歡 但是還是陣陣當當的賺,不要賺來賺去 太喜歡賺錢的時候應該去走股票,不要當醫生 其實我跟你講,通常會生病的都是窮人 如果開醫院還要賺錢,趁火打劫 不然就是,其實醫生的本質 所以老實講,為什麼去搞醫美 搞這種,在醫界都不會是主流 醫生是要救人的,不是要賺錢的 所以真的要喜歡賺錢不要去當醫生 換個行業幹就好了